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我是谢宜文 今天指数大涨350点 成交量5350亿 来我们一步一步讲 一步一步跟大家讲说 这个指数为什么会创新高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所预判的事情 有没有雷同 一样不一样 来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什么 这边指数要休息一下 整理一下 甚至于不排除怎么样 做时间性的拉 做时间性的整理 时间来修正空间 过高的机会有 当然有 可是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看 过高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外资跟内资不同步 对不对 我把它调过来好了 我把它调过来 外资跟内资不同步 来 内资一直在买股票 外资怎么样 撑吃不齐 卖多买少 好 那我们讲了 除非是 内外资同步去做买进 才有可能创新高的机会 比较大 对不对 那也是因为他们不同步的关系 所以横向整理需要一段时间 结果今天创高 好 今天创高的原因在于哪里 我们刚刚讲了 内外资不同步 所以创高的机会小 对不对 好 今天台币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刚刚看到升值1毛6 那也就是说 前一阵子亚币都很弱 不止台币弱 亚币都很弱 甚至于昨天我记得人民币好像还破了近期的新低 就有点那个有点弃手了 甚至于中国大陆人民币都在扁 今天怎么样 由扁转升 台湾台币涨了 升值了1毛6 好 那今天代表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外资一定回头来大买 来各位 前几天跟各位讲 内外资不同步 所以创新高的机会 短时间内看不到 可是今天既然外资一定大买 人家回头看 你回头看 内外资同步大买之下 创新高正不正常 当然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当然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你说这个高点还会不再继续过 当然会 今天创高的工程在于哪里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刻 无论是大盘 无论是台积电 这个大盘是创下 开市以来的历史新高 值得记录 台积电是公司成立以来 股价的历史新高 而且占上1000元 其实昨天晚上就已经 台积电的期货就已经占上了 如果昨天晚上你有看盘的话 你跟我一样有看盘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今天收盘价正式占上了1000元 1000元以上一次是跳5块 很刺激 台积电都可以变当充的股票 好 很多人今天在盘中来问我 老师 之前我看你节目 你都跟我们说 你不买台积电 你看看台积电创新高 我会怕胜 我会高充的 各位我为什么要买台积电 我随便买一档股票 买两档股票 绩效都比台积电还要来得好 好来各位 这一波台积电从821块 到今天105块 总共涨了多少 将近200块 800块 涨200块 算大概有赚了三成 还蛮多的 买台积电 一个月以来大概可以赚三成 你100万下去可以变130万 200万下去可以变260万 多不多 老师蛮多的 你看就是你谢一文谢老师 告诉我们说 你不买台积电 所以我们没有去买 好来各位 同样 同样我们所做的股票 来各位 5443的均豪 均豪叫什么 大家平均豪 来 差不多一样的时间 6月初 好这个台积电 大概最低点是落在5月底 6月初5月底 5月刚刚5月最后一天 那6月份开始就慢慢起涨 对不对 好来 这6月初这6月 这大概就6月 也是大概就6月1号2号这样子 好来各位 大家平均好 5443回撤三次 回撤哪个三次 哪个三次 支撑区三次 现在开始那一天又出现了红棒 起涨突破转强 我说你要买散热 买比较小支一点的 大家可以 都可以参与的 那个旗红双红价格太高了 我比较不推 那事实上我也有旗红 我到现在手上都还有旗红啊 我到现在手上都还有旗红啊 可是你叫我去新进会员再去买 或者是你看我的节目再去追 我觉得风险有点高 对不对 好那一样是买散热 撇开一忍之外 我推大家平均好 好这时候多少钱来比照一下 好大概50几块 60块左右 这个5443的均好 好一样到今天 今天最高来到105块 台积电多少钱 台积电我们算到1000块嘛 105块我们算到1000块好不好 那等于说君豪今天的高点 大概是台积电的少一个零 台积电的少一个零 好我们刚刚讲台积电的起涨点 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是821块 那理论上来讲 君豪的 5月底6月初的 这个低点起涨的低点 如果他是80块82块 那涨到今天105块 那大致上就是跟台积电的同样涨幅嘛 来各位投资朋友来我们拉近 我们刚刚讲的50几块接近60块 这一天这一天介绍的 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黑黑红 不好意思 黑黑红 这一天就这一天 这一天 黑黑红 介绍完了以下还往下来 还往下走 所以均价可以买到58块 对不对 同样的时间 现在目前来讲 大概是10倍的价差 台积电105块 君豪的高点 大概是105块 少一个零 台积电的起涨点是821块 那理论上如果君豪是82块 或者是80块 那大致上就是同样涨幅 同样涨幅 可是各位他的起涨点是58块 将近涨一倍 将近涨一倍 台积电我们刚刚讲 台积电我们刚刚讲 这样大概三成 这样大概三成 那一样是君豪来讲 涨一倍 之前所买进的股价 将近大概现在的50%而已 请问你我买台积电干嘛 请问你我买台积电干嘛 我就买大家平均好就好了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随便一挡的机下都打赢台积电 随便一挡的绩效都怎么样 都比台积电的速度快 而且还赚的比较多 而且我的资金更可以灵活运用 我不用死报活报 我不用看指数 我不用看指数的脸色 我知道什么股价有人做 难道他的涨幅不会超越大盘 不会超越台积电吗 怎么可能的事 各位我举君豪的例子算客气了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期长点转折点 来到一样今天创新高 我们可以创造一倍的利润 可是你买台积电三成 请问你我买台积电干嘛 请问你我买台积电干嘛 我刚刚说 我举君豪的例子叫客气了 来各位 这个从年初开始讲 六四四二的光盛 年初买的时候七字头 我被骂得像猪头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 每一天的成交量 大概最多就是一千张 一千多张 老师你买这种冷门股票干什么 我说你不知道 COAS需要什么吗 它需要光通讯的高速传输 七字头骂我 现在三百多块 每个人都说它有 我们讲光中之盛 我们每个人都在买台 网路上也骂 别的台分析师也攻击我们 买内容股票不会涨 我说你不知道它的特殊性 在先进制程里面 如果被点名到了那几家公司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跟现在的机器人是一样的 被黄仁勋点到的 你也瞧不起义登嘛 我们在买的时候 还是很多人攻击我们 什么罗森第二 什么索罗门第二 那根本就是烂泥浮不上墙 我没有讲一登大师 我没有在做一登的时候 请问你谁认识他 没有人认识他 真的没有人认识他 当一个公司从默默无名 甚至于是你在唾弃他的时候 你根本不想认识他的时候 他转型了 他从无到有 他从油亏转盈 那个爆发性是最大的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公司 现在的机器人也是一样 以前你会去买索罗门吗 以前你会去买罗森吗 以前你会去买昆寅吗 或许会买可能就是短线 对不对 那COAS很多股票被点名 很多股票都涨上去了 包含我们的上权 对不对 上权 我们说那个COAS 那时候我们也赚一波 上权的钱上去 那比较不出名的就是光中之胜 我一直跟会员讲 你就给他摸弹就对了 你不要理他 他几百张就几百张 他几百张是爱到你的眼了吗 还是你急着欠缺钱花用 可是年初很多股票都在涨 很多股票都在涨 他心里会 感觉 本来的股票都会去 我的股票都没去 老师啊 让我念一下 你那几百千张的股票 当时才会去 各位同志朋友 从七字头介绍到现在 三字头明天四字头 会不会我不知道 再来会不会五字头 会不会我不知道 我不要预估股价到时候被人家告 对不对 我们说会站上三位数字你也不信 二字头你也不信 三字头你也不信 警示完了天天涨 没有天天涨又拉回一下 慢慢的往上涨你也不信 批评的人一大堆的这种股票 说不定以后就点几百 现在每个人都会讲光盛 每一个人都喜欢讲光盛 为什么要讲光盛 光盛的原因到底在于哪里 它从没有到有嘛 它以前是用在所谓的通讯传输上面 那现在把这个技术转移到所谓的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高速传输的应用技术的龙头 我说你不要看别人了 那就是它了 讲到这一块所谓的高速传输的应用技术 就是它了 我们常讲嘛这个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 你就把那个拎头 抓出来就对了 把它抓出来就对了 在它还没有涨之前 懂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从七十几块 涨到今天三字头 你以为君豪是最夸张的吗 最近还有很多夸张的事情 来各位 8374的罗森 你现在看好这个图多干净 这第一根起掌谢老师都拿出来讲 第一根罗森起掌 为什么讲罗森 一样从没有到有嘛 它不是做机器人 它是做协作型的机器人 协作型就是像比较像 在这个工厂里面的 比较靠所谓的检测部分 这个debug的部分 debug我又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除错啦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例好了 比如说传统行业里面那个鸡蛋 对不对 这样扫过来 下面会放电灯 看里面有没有什么 什么黑点啊 或者是有不透光的地方 如果遇到那种鸡蛋 要把它挑出来 那以前都是用人看嘛 那现在不用 什么叫检测 就是说 我有那个技术 我有那个影像 我可以什么样 我可以达到我 看到我那个黑点的时候 我可以用自动机器人 手臂把它夹出来 把它拿出来 我那边扣人啊嘛 为什么 是不是要什么 减少人力成本 不是啦 最大的原因在于哪里 人会有情绪 人会出错嘛 人会怠惰嘛 对不对 花莲那个台铁 明明那个摄影机 就载到那个土石油来了 他为什么没有去通知火车 他说他去上厕所 人总有三级 你不能说人不能 去上厕所 可能机器人不会上厕所嘛 他不用上厕所嘛 他不用上厕所嘛 所以各位 这一种协作型的机器人 在工厂里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的 视觉检测 瑕疵检测 我们多少公司 鸡蛋里面挑骨头 瑕疵检测 懂我的意思吗 这个第一根开的起涨 来我们拉近 这多少钱 这三字头 我们不要管他32 33 34 35 我们就三字头就好了 为什么我跟你说 三字头就好 因为你看到后面 你不会去管 你不会去管说 老师你是32买的 还是33买的 还是36买的 还是66买的 你不会 为什么 你不会去care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来来来 来我们拉近这里 你刚才看到的 那个第一根红棒 就是这一根 你看到这样的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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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跟我计较说 老师你到底是32买的 还是33买的 到底是点几 你要跟我讲清楚 你不会去care 为什么 这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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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天 我的均价在66 老师你不能这里讲吗 这里有买 这里有买 我们不能每天只有算最低点 这里有买 我们就当做他66块好的 均价66 是不是也一倍 也将近一倍 从底部算起来大概是四倍 以均价来算大概一倍 新科技 新技术 带给公司新高的股价 合不合理 请问你合不合理 每一个时代都一样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的股王 你所知道的大力光 你所知道的股王 我举你所知道的维新技家 华硕 都曾经当过股王 武峰 对不 做博爱 博弈基台 合生堂 对不对 也将近来到一千块 武峰来到1075吧 我忘记了 我们都做过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的故事 时空背景不一样 每一个时代 都会创造怎么样 都会创造英雄 都会创造股王 我不能告诉你说 他会成为股王 可是各位 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他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国具当股王 是为了什么 缺货 被动人件大涨 价格大涨 所以各位 现在机器人正在夯 很夸张 很夸张吗 我们讲完 罗森 罗森第二 罗森的接班人 一等大师 哎呦 像人越来越多 有什么 他不听过 一等嘛 一等嘛 没有人 没有人 他说这支构票 哪有人说这支构票 哇 这个黄文勋第二次来台湾 那个背景的logo 第一次所罗门为什么大涨 因为黄文勋带那台机器人来的时候 有那个记者媒体照到那个 机器人上面有个logo 是所罗门的logo 所以所罗门大涨 对不对 再来是罗森大涨 再来我们说罗森第二 罗森接班人 一等大师 大家在那笑 哪有可能 那种小小的公司 以前是做手机的零组件 刚好他的零组件 是适合所谓的 机器人上面用得到的 包含他现在AI的部分 零组件他也用得到 我们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黄文勋第二次来 后面那个背板那个logo 哇 看了一等 也是很多人不信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名不见经传 这什么公司 什么何公司 那高级他 二十几块而已 那有什么好说的 二十几块而已 那有什么好说的 二十几块的公司 有什么好聊 有什么好谈的 你看这个涨上去 拉回来又有人在骂了 嘿 这什么公司啊 你看那个涨停 涨停 涨停 你看这什么公司 我的成本刚好就是建立在这里 三十六块附近 我的成本就是建立在这里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就建立在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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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成本三十六 来拉近 我们讲到平均成本 你就知道我们不会只有买一次了 我们就不会只有买一次了 你来算算算多 我到现在手上还有 我到现在手上还有 三十四 抱歉 我刚才说了 太多了 平均成本 三十四点七 你在笑嘛 给你笑啊 我讲快一点的 下一段我要讲很多股票 有威 五字头 我说 你可以说我没有买最低 我以后也不会卖最高 但是我就问一句 我说四条汉子让我问一句话 你给我坑个声好不好 我就问你一句 这种拉法有没有人做 我顺便跟你证明一下 这个时候拉上去还六字头 现在多少钱 没搞喔 还没有喔 这今天 你老师讲你笑我笑了多久 我们讲面板及扇勤封装 老师在什么 面板及扇勤封装 你就记得要有群创有达的好啊 那面板 面板两个就买了 买那些股票就对了嘛 那又多多 对不 好买 又说自盛 说冬结 说冬台 又油田 这全部都是先进制程 有的是面板及先进封装 老师啊 那一支股票 一支股票 那些设备和股票 全部都进去 我还在买IP的股票 是不是四星啊 资源啊 我做多做不贏你 我来放肛就好了 剩两分钟而已 后来我们再来说 最近发生的事情 你绝对都产允装过 你绝对都看过 因为一支股票 每一支股票 我当时都说过 带股人去买 我们回来看 今天有什么表现 后来还有什么股票 我帮你准备好了 我把你准备好了 你先打电话进来预约 或者是先加入我们的赖预约 一档一档好菜 给你上出来 千万切记 谢老师所买的股票 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不要买 我们休息 待会回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做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通图付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图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各位 面板级扇形封窗 有些部分的制程 它可以做 它的基座 基板可以用玻璃基板 记不记得这一档股票 半导体的先进封装 制程设备股 面板级扇形封装 新世代的玻璃基板 制程设备 订单能见度高 来先告诉我 这高档还低档 低档 老师有人做吗 这几个档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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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在这 买在这 看着看着 对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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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完以后 今天涨庭 有什么叫你拿早买 没有事先讲 没有事先买 你想要去 你想要现在去买 你就追嘛 你就买高价嘛 我买在250块 现在286块 你要不要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你跟我讲 我带你去追 现在有这一档股票 不用追 太阳能 除能设备 贵人刚刚又要揹啊 贵人刚刚又要掌停板啊 各位 趁着广告时间 如果你先不相信我没有关系 你先来参加短天会期的 什么叫短线VIP 广告中有我们的服务电话 播电话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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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明天见